美国时间18月,特朗普总统通过白宫发表声明,表示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,加点10%的关税,并为此开列清单。 特朗普威胁说,如果中国报复美国,上周征税清单的500亿征税措施付诸实施,那么这2000亿额外征税计划就将生效,如果中国针对这2000亿采取新的报复措施,美方将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价征关税。 特朗普显然想吓唬中国,迫使北京接受美方上周出台的单方面,针对500亿中国商品,加点25%关税的计划,取向中方已经宣布的反制方案。 众所周知,中国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,中国迄今没有主动出台过针对美国的任何制裁措施。 中国的征税方案,都是对美方违背WTO原则,对中国商品们很加征关税的回应,中美贸易是按照现有多边贸易规则自然形成的。 那些规则在建立时,美国都是主导者,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渐累积到今天的规模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美国的储蓄率低,美方限制它的优势高科技产品,对华出口的,都起了很大作用,解决中美贸易平衡问题。 中国的态度已很积极,双方经过三轮磋商,达成一系列共识。 但是特朗普总统在这种情况下,仍要聚那些共识于不顾,悍然于上周公布了对5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方案。 这一做法及不合情理,违反国际上解决贸易,纠纷的基本逻辑,不仅出乎中方意料,相信美国社会最初听到特朗普政府反悔的消息时也很吃惊,世界舆论界更是在第一时间被搞得摸不着头脑。 特朗普的最新声明显示,他要对中国打贸易战,但希望以中方不还手的方式控制贸易战规模,形成他为反国际贸易准则,从中国干净利所抢金一把的效果。 以此向美国社会炫耀他的能力,证明他的强硬路线是对的,他是独以无二正确的总统,从而最大限度的取悦美国选民。 美国政府没能骗住中国,但好像把他自己给骗了,他傲慢地认为,贸易战打下去,中国的子弹将很快打光,但真实情况是,只要白宫主动打,中国的子弹就不会打光,由于中美贸易都是互利性质的,非互利的贸易根本发生不了。 破坏中美贸易给双方造成的痛苦,注定会大致差不多,这个简单的道理绝不会有。